民政党立委黄国昌在今天找来好友馆长陈志涵与板桥里长们合作 开设了银法运动课程 积极布局参选2026新北市长 日前还被曝曾经询问国民党有没有可能让 不过现在有蓝营的议员发起了反昌活动 反对黄国昌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长 而今天黄国昌则说为市民权益不分党派 我踩去踩着 现在走路还一百一百的 跟台下的姐姐们说声不好意思 日前为国会职权修法在立法院大战 脚伤还没好不能跟着大家一起做运动 不过找来的这个好朋友很专业 一定要运动 找来馆长率健身教练免费在新北板桥 开设银法有氧运动班 努力和婆婆妈妈拌银筋 宣服做好做满 在新北市的各个区各个里面都可以推广下去 报局2026新北市长选战企图不言而喻 国民党议员李明贤日前更报 黄国昌曾私下询问 蓝营有没有可能让 让议员很着急 已经开出反昌第一枪 国民党里面的优秀人才是非常的多 所以要谈理让是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这是我反对的 黄国昌委员呢 过去的这个政治立场摇摆幅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也让不管是基层啊 许多人对他都有蛮多的质疑 党内也有既定的提名规则 至于蓝白合不合作 目前呢大家就是在全力的拼国阵拼市政 侯家军新北市议员吕家凯也跟进表态 反对黄国昌代表国民党选新北 馆长则是表态力挺好兄弟 他我是肯定很支持嘛 这个是你给说的 大家合作会比较好比较稳定嘛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嘛 那这我尊重啊 就像上次很翻脸 新北是我的责任区 为了新北市民的权益 不分中央地方 不分党派 大家一起携手合作 蓝一鸣带串联反昌 国会地方选战 一马归一马 记住黄洋越达新闻市报道